男人无法真正放下一个女人会有这四个表现 男人因为钟情而有价值,也因为钟情受伤 一个渣男会很容易地放下一段感情 而钟情的男人会把爱保留很长的一段时间 会把爱深入到骨子里 那么一个男人放不下女人会有哪些表现呢 一,不希望你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虽然是分开了,但是他忘不了你 潜意识里他还是属于他的 他希望破镜重圆 如果他没有新的男朋友 那么他就会很高兴 他会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然后再重新去追他 如果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那么他会很难过 二,阴影变大,喜欢喝酒 有的男人会抽烟 因为抽烟能缓解自己的压力 能够让自己找到点点的安慰 喝酒是因为醉了之后 不会再想其他的事情 脑袋里一片空白 他还是放不下就会一直一直抽烟 只要有酒他就会去喝 选择短暂性的忘记 虽然这样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男人就是会这样做 三,不会再爱了 爱过就是让一个人住在心里 把门给锁上 不巧是钥匙还弄丢了 他是离开了 可是心房的人还是没有变 钟情的男人不会轻易爱上一个女人 也不会轻易的去忘记一个女人 在没有完全忘记她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选择再开启一段新的恋情 四,永远记得她 一起走过的路 一起说过的话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而且因为分开了 记忆断了 以前发生的会更深刻 钟情的男人很值得珍惜 但是感情问题永远都不能花等号 付出不一定会收获 最后只能编各种谎言来安慰自己 一直处于痛苦中 走不出也找不到归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